今天老刘要给各位听众朋友讲述一起让人胆战心惊的系列减杀案 早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中国就有了这种可怕的连环变态减杀的歹徒 老刘今天要讲的这个系列案件 一直持续了16年之久 最终因为一个意外才得以侦破 可是在这系列的减杀大案当中 有十名以上的年轻女孩 被歹徒残忍的奸杀之后 气势山洞之中化为了无名的白骨 老刘有个朋友呢 特别喜欢徒步 他大概在十年前呢 去云南大山里边去这个徒步去了 他跟我说呀 那里边老刘啊 地广人稀 山里的植被茂密 经常有一些神秘的地方 让人流连忘返了 另外呢 在这个山里边啊 你对面相隔几米的时候 有时候都看不到人呢 而且那里呢 还有很多悬崖峭壁 湖泊池塘 以及各种各样的山洞 当时啊 我这哥们呢 对当地的一个向导大叔笑着说呀 哎呀 在你们这里呀 杀人恐怕都不会被人看到啊 杀完人往那里边一丢 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找到啊 向导大叔一听这话呀 没笑啊 很正经的说呀 你别说 这种事 我们这里还真的有啊 几年前 一个支教的女老师啊 去县城的路上失踪了 县里出动了 几百人去搜山 找了一两个月 只在山路上 找到了一副被砸破的眼镜 附近草丛里面呢 还有一滩血迹 其他的 什么都没找到 警察说呀 他肯定啊 是走山路的时候 遇到了歹徒 遇害了 这个女教师啊 才二十多岁呀 挺漂亮的 怀疑是被人劫财劫色之后 杀了灭口 我们这里啊 就像你说的 把尸体藏起来太容易了 到今天呢 这个女教师 也是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啊 哎 所以啊 在云南的这些地方啊 就是这样的隐蔽和神秘 那老刘今天说的案子呀 也是类似这种情况 在这个云南的腾冲舰呢 这是二战期间 日本鬼子呀 向西南进攻最远的地方 那为什么小日本鬼子 打到这里就撤退了呢 这时候呢 国军呢 及时赶到 在这里借助地形死守 就因为啊 在这个地方啊 全都是山地 而且呢 还有无数山洞呢 可以藏兵 可以说是一手难攻 这里也是全国著名的贫困的地区 水资源十分缺乏 耕地少 荒地多 1977年呢 这里就出现了一件大事 本县的墓地呀 比较多 放墓的墓地啊 很多工事啊 依靠着放墓维持生计 有一天 工事里两个社员赶着羊去县城里去贩卖 这期间 突然呢 天降大暴雨 又是大雷 又是闪电的 羊群受惊了 四散逃跑 两个社员冒着大雨呀 好不容易把这些羊群给集中起来 这时候 他却发现少了一只 那个年代呀 一只羊 可是很大的一笔财富啊 如果社员 把这羊给弄丢了 那回去 可就惨了呀 相当于 这一年 就要白干了 于是呢 一个社员呢 就把羊群 继续赶到了县里 另一个老社员 在附近寻找 这个社员 花费了几个小时 终于啊 从一个隐蔽的山洞中 听到了羊的叫声 这个山洞 距离四周的村子都很远 山洞 低矮狭小 平时 根本就没有人去 这个山洞呢 大概身几十米 高度 大约有一米 人呢 需要爬行进入 老社员爬了十一二米啊 在漆黑一片的洞里 就摸到了羊 奇怪啊 是啊 老社员同时 还摸到了一些东西 其中 有一个 圆滚滚的 似乎是个球啊 惊奇之下 老社员 花了根火柴 想看看是什么东西 这一看 不要紧 老社员顿时吓得是魂飞魄散呢 他也顾不上自己的羊了 连滚带爬的就逃出了山洞 一路狂奔到乡派出所报了警 在乡派出所里啊 这老社员 结结巴巴的就说 死死死死死死人了 警官 山洞里面 有有有一个人头啊 县公安局的民警 立即赢了 立即赢了 立即赢到了现场 老社员摸到的呀 确实是一个人头 这个人头呢 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腐烂了 头发脱落 皮肤也没了 依稀啊 可以看到腐烂的肌肉 这显然是个人头 不是什么动物牲畜的头 脱落在一边的头发 是两条长辫子 还扎着鲜艳的头绳 看来呀 死者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不远处 有一堆腐烂的尸骨 应该就是人头的主人 尸骨和人头 都有动物的牙印 推测是死后的尸臭 引来了山里的野兽 将尸体呀 给啃咬了一通 尸体腐烂的程度 不是非常严重 估计死者死亡 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尸骨呢 没有见到明显的外伤 可能是被勒死 或者掐死之类的 或者是中毒而死 尸骨上 没有任何的衣服 鞋帽 甚至是内衣裤 推测是被凶手 拿走了 以避免认出尸体的身份 就在法医将尸骨 装袋拖出山洞的时候 他们意外呀 有了新的发现 距离这具尸骨 大约十米处的山洞深处 警方竟然又发现了 一具尸骨 这具尸骨 在洞里边 七零八落 推测呀 这是被野兽 托拉啃食所致 尸体 已经无法判断男女了 也没有任何衣物 推测 死亡时间 在三个月左右 死了两个人 这就是很重大的暗线了 在这个唐冲县呢 当地法医的水平不够 于是呢 就向上级部门 请求帮助 上级的法医专家 经过鉴定 第二具尸骨 有一些男性的特征 其实啊 是女性 只是骨骼 较为粗大而已 也就是说 山洞中死亡的两个人 都是女人 根据上级法医专家判断 死者都是三十岁以下的 年轻女性 全部都是被掐死 或者是被勒死的 死于暴力谋杀 两个人死于一个半月 到三个月之内 有了这些东西就好办了 唐冲县立即调查 在三个月内 失踪的年轻女人 顿时就发现了一个呀 比较符合的人 这个女孩叫做杨晓芳 才21岁 还没有谈过男朋友 一个八月以前 杨晓芳去林县的市集卖花生 结果呢 一去不回了 家人焦急万分了 向本县和林县的公安局 都报了案 但是警方却毫无线索 林县市集上 确实有不少人 看到杨晓芳在卖花生 后来就不知去向了 家里人介绍啊 说杨晓芳很年轻 平时梳着两根又粗又长的辫子 他小时候啊 曾经跌倒过山沟里 把一颗门牙摔掉了半截 他的一张嘴呀 很容易辨认得出 警方根据家人的介绍 对第一具尸骨反复检查 就发现了那颗只剩半截的门牙 听说还没出嫁的女儿 遇害了 杨家人就犹如天塌下来一样 一家人哭哭啼啼的 前来辨认尸体 其中 将杨晓芳带大的外婆 刚刚到了派出所的门口啊 就昏死了过去呀 被紧急的送往了医院 经过辨认 杨晓芳的母亲 认出了自己给女儿输的辫子 确认杨晓芳遇害之后 杨家人是悲痛万分的 杨家妈妈哭着跪在民警的面前 要求他们抓住凶手 为年仅21岁的女儿报仇 那么问题来了 杨晓芳为什么会被害呢 是寻仇吗 不可能 根据杨家人介绍 杨晓芳就是一个村姑 认识的人呢 局限于本村的村民 而村民呢 基本都是一家人 沾亲带故 压根也没有什么仇恨 杨晓芳是个年轻的女孩子 平时啊规规矩矩 老老实实 哪里有什么仇人呢 况且呀 他也从来没谈过男朋友 也谈不上情杀一说 那是谋财害命吗 民警啊 认为有可能 但是可能性不大 杨晓芳本来就是赤贫农民家庭的孩子 靠卖花生 赚一点小钱呢 贴不家用 全身上下 也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 七十年代 你说这一篮花生 能卖几个钱呢 为了这区区的 这点小钱去杀人 根本不可能啊 所以啊 民警们呢 就比较倾向于 这是强奸杀人案 杨晓芳是一个年轻女孩 长相虽然不算是很漂亮 毕竟青春活泼 身材贱美 再加上洞里面 另外一具尸骨 也是年轻女性 警方觉得 很可能是歹徒 连续强奸女孩时候 在杀人面后 那么另一个死者是谁呢 不知道啊 在汤中县 三个月的时间内啊 并没有其他年轻女性失踪 警方不能确定 死者到底是谁 即便锁定了死者是杨晓芳 案件的侦破呀 仍然是极为困难的 不过之前说了 杨晓芳的社会关系 是非常的简单 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民警认为啊 这很有可能 是随机的 劫色杀人案件 也就是说 歹徒可能在本县的山路上 无意之中 看到了卖完花生之后 回家的杨晓芳 随后就将其强奸之后杀死了 那这里我一问呢 杨晓芳遇难的山洞 距离杨家很远 这个山洞 在县城的东北角 杨家呀 则是在西南角 那完全是两个方向 杨晓芳自己回家 根本不可能走这条路 而这里都是山区 歹徒无法扛着一具尸体 长距离的爬山 显然 杨晓芳就是在山洞附近遇害的 如果是杨晓芳被歹徒 劫持到这个山洞的附近 似乎也不对呀 这一路啊 十几里的山路 还有群众来往行走 歹徒和杨晓芳这一路 必然会遇到人 杨晓芳只要求救一下 至少有机会逃脱 所以这是匪夷所思的地方 两名死者的衣服 都不值得取消 对此呢 民警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最初认为 是歹徒为了掩盖死者身份 后来发现呢 连发卡 梳子之类的小东西 都被人拿走了 你说这些东西 只是普通货 到处都有它卖的 不可能暴露 死者身份 看来呀 歹徒的生活档次 可能 不是很高啊 将这些拿走 他可能是为了自用 或者呢 把这些东西送人 卖掉之类的 于是 民警就在本县的四里八乡 展开了调查 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啊 有没有谁家 突然多了一些女性的物品呢 尤其是有过前科犯罪的人家呢 七十年代呀 人员流动是基本没有的 调查就比较容易了 很快呀 有人就爆料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本县有一个叫做文记民的村民 曾在一个多月前 卖过一些女性衣物鞋帽 给本村的人 当时啊 爆料的人出钱购买 因为另外一个人多出了几块钱 所以这个人呢 最终没有买到 这个爆料人 很是恼怒 就找这个文记民呢 去讨说法了 可是呢 却被文记民呢 给臭骂了一顿 爆料人知道 这文记民是劳改犯 不敢得罪他呀 但是 却怒气难消 趁着这次机会 爆料人 就向公安局爆料 试图整一整文记民 爆料人认为 文记民家里 只有一个老婆 再没有其他女性家属 他家里赤贫 老婆长年没有买新衣服 现在 却有衣服 鞋帽出售 这就是怪事了 爆料人 和其他村民认为啊 这些东西 很可能是文记民偷来 或者是抢来的 为了贪小便宜 他们也是照买不 这还不算呢 据这个爆料人回忆啊 文记民还曾经啊 出售过一款 很值钱的 女士的上海牌手表 那在七十年代 手表可是奢侈品呢 相当于今天的一块 高档的老历式手表啊 绝非普通村民 能够购买得起的 你说这个文记民家呀 穷得连新衣服都买不起了 怎么可能 买得起这么高档的手表呢 所以啊 推测呀 这是他到抢来的 如果这些 还说明不了什么 那么接下来的 这些啊 就很关键了 在一九七一年 文记民曾经在 滕冲县的野外 将回娘家的 三十多岁的妇女 劫持到 一处山洞之中 强奸了 见到这个文记民 面目凶恶 这个妇女呢 聪明的伪装配合 哎呀大哥呀 我都生几个孩子了 这种事呢 对于我来说呀 没什么关系 我压根啊 不大回事 你你别撕破我的衣服 我一会儿 还要去娘家 我我配合你 妇女呀 没有进行抵抗 还貌似轻松的 就和文记民 进行攀谈 使得呀 这个文记民 放松了警惕 在实施完 强奸犯罪之后 趁着文记民 低头穿衣服的时机 这个女人呢 连裤子都没穿 就冲出了山洞 奋力逃走 文记民急忙追了出去 谁知道这个妇女啊 从小啊 翻山越岭惯了 奔跑速度极快 追出几里地啊 都没追上 正巧呢 这路上呢 经过几个赶急的村民 妇女健壮 立即呼救 几个汉子 见到妇女 连裤子都没穿呢 直到追赶而来的 文记民 是个色狼 抡起扁担 就上去抓人 文记民双拳难敌四手 被几个村民打翻在地 五花大绑之后 扭送到了派出所 文记民就这样 被抓了现行 被以监恶妇女罪 判处五年的有机徒刑 他是服刑到1976年呢 才被释放出来的 文记民这个家伙 从小品质就是极为恶劣 是村里面的祸害 他有很多恶习 什么打架闹事啊 偷盗诈骗呢 可以说是无所不为 而且这个人呢 还非常的好色 早在他十三四岁的时候 文记民呢 就因为偷看邻居妇女洗澡 被对方的丈夫给毒打过 民警们认为 文记民确实有嫌疑 对其家里进行了突袭 那个年代呀 也没有什么搜查证 法律手续这一说 公安来呀 就抓人 随后呢 就进屋搜查 本来民警也没有认为 文记民就是奸杀的凶手 可是这一搜啊 却吓了一跳啊 为什么呢 家屠四壁的文记民 在他家中 警方竟然找到了 三十多件女人的衣服 包括什么衣裤啊 内衣裤啊 鞋袜呀 其中一些衣服的款式宽大 显然是一些身材 较高的女人所拥有的 可是文记民的妻子 身高只有一米五 这衣服啊 不可能是他的 不过根据杨小芳家属辨认 这里面呢 并没有杨小芳的衣物 这边 文记民呢 就被抓到派出所了 文记民是个貌不惊人的 普通的村民 身高一米六几 偏瘦 村里人反映啊 此人虽然没文化 但是非常会说话 属于啊 能说会道的人 在入狱之前 周边一些村子 办红白喜事 都会请他呀 客串 接待的这个主持人 文记民呢 很擅长恭维 说好听话 嘴皮子也非常厉害 然而这一次进了公安局 这小子却一语不发了 他有过坐牢的经验 知道怎么对付警方的审讯 文记民的嘴巴呀 非常硬 吃得住折腾 无论怎么问 就是不开口 连名字都不说 有审讯经验民警都知道 最怕遇到什么都不说的人 只要你开口 哪怕说瞎话 民警也可以释法 让你说出一些蛛丝马迹 双方就这样 僵持了几天几夜 文记民不说话 谁呀 也对他是无可奈何呀 这边 民警呢 只能继续寻找线索 开始啊 谈问同村的村民 这时候 村民们知道 文记民可能涉嫌大案 终于害怕了 他们纷纷 想之前 从文记民那里 底下购买的东西 全都吐出来 让人震惊的是 文记民竟然呢 在入狱前的六七十年代 就卖过这些 乱七八糟的 女性的服装 和事物 经过清典 上交的女士的 衣服 鞋袜 共有八十多件 再加上之前 文记民家的 三十多件的衣服 总数高达一百多件 这边 民警呢 在将受害者 杨小芳的家属 请去辨认 终于啊 就找到了 杨小芳的 衣裤和鞋子 根据村里公社的 这个上公表啊 在杨小芳失踪那几天 文记民 请过假 可见 文记民 有作案事件 由此 他就具有 重大的作案协议 然而文记民呢 仍然是抑郁不发 这就困难了 现有证据 只能证明 文记民 获得了杨小芳的衣服 这也不能排除 杨小芳 遇害之后 被文记民 发现尸体 当地老百姓 都比较贫穷 他把死人的衣服 剥走变卖 这也是有可能的 虽然有这些证据 显然呢 还不够 警方 还要另寻 其他证据 此时 民警就将注意力 放到文记民 便卖的 那款女士的手表上了 当地和周边的 几个县呢 都比较贫穷 能够买得起 这款上海牌 手表的人 可并不多呀 显然 如果找到 这个失踪的人 可能就会提供 重要的线索 本县 并没有戴着 手表的女人失踪 那么 最有可能的 就是临县了 杨小芳 是在临县 卖花生之后 失踪的 不能排除 文记民 是在临县 寻找作案对象 于是 警方 侦查的范围 就扩大了 瞬间就有收获了 调查的结果 让大家是大吃一惊啊 附近的几个县 这几十年来 有十多名 年轻女人失踪 可以说是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啊 尤其呢 是在那一年前几个月 有一个叫做 张芬生珍的女青年 年仅十九岁 她在县城 一个国家的 小饭店里 上班 负责开票的工作的 张凤珍的家庭呢 很普通 可是她的姑父啊 却是一个高级的干部 姑父和姑妈 不能生育 家里 无儿无女 所以呢 姑父姑妈呀 从小就非常 疼爱张凤珍 把她当做女儿一样 得知 她工作以后 姑父 过年回老家的时候 就买了一支 崭新的上海牌手表啊 送给她了 那在当时 这可是极有面子的事情啊 我说了 这相当于是 现代的高档的劳力士手表啊 张凤珍的非常激动 每天都戴着这块珍贵的手表 有一天放假呀 张凤珍的一大早啊 就去这个县城的采访铺 去拿她做好的新衣服 可是啊 至此却是一去不回 由此失踪了 家人是四处寻找 只得到了两个线索 张凤珍失踪前 有亲戚看到她在路边 和一个中年男人谈话 看两个人的样子呀 似乎之前就认识了 由于男人背对着她 亲戚啊 没有看到她的面貌 另外 直到一个多月之后 张凤珍才知道啊 裁缝铺的事情 他们到了裁缝铺 进行询问 对方说 当天呢 张凤珍在上午八点钟的时候 来过一次 但是衣服还没有做好 让她第二天再来 第二天 则是一个抱着小孩的 矮个子的妇女赶来 把她衣服拿走了 她有张凤珍的单据 裁缝店呢 也没有怀疑 这个男人和抱小孩的妇女 是谁呢 林县公安反复排查 毫无头绪 这个案件就成为了失踪悬案了 这一次 民警找到张凤珍的家人 将这个上海牌手表 给他们进行辨认 张家呀 迅速认出 这块手表 就是张凤珍所有 连续两个女人的失踪 都和文继民有关系 显然 不可能是单纯的 把死人衣服这么简单了 这边啊 民警呢 将文继民老婆的照片 交给裁缝铺 进行辨认 裁缝铺的几个员工 对这个矮小的妇女呀 记得很清楚 就是照片里边的 那个女人 于是 文继民的老婆 也被抓到公安局了 文继民软硬不吃 可是他老婆呀 就没那么厉害了 他老婆这个人呢 胆子呢 很小 进去之后啊 看到警察呀 就浑身的瑟瑟发抖啊 民警说了 我们现在就问一句 你男人 是不是杀人了 文继民老婆一听啊 嘚嘚嘚嘚的说呀 我 我真的不知道啊 警官呢 他从来呀 不在我面前 说这种事啊 我知道 他肯定 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 经常啊 拿回来一些女人的衣服鞋袜 我问了几次了 我被他重重的打过一耳光之后 我就不敢再问了 况且呀 我们家里非常穷 儿子都八岁了 连一套 整齐的 衣服都没有 他搞回来这些东西 多少能卖几个钱 我也就不管了 民警说呢 那你的意思 你不知道他杀没杀人 是不是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敢包庇他吗 我们现在 所掌握的证据 你男人恐怕 不止杀了一个人 肯定要被枪毙了 你和他一起活动 很可能 就是杀人共犯 搞不好 你和他呀 要一起上刑场 你现在还不赶快 立功自救吗 文静民老婆一听啊 哭了下来了 我 我 我要自救 我要活命啊 但是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没见到他杀活人 对了 警官 我记得有个事情 可能是我丈夫杀人了 民警说 什么事 你说说看 文静民老婆就说了 那还是六年前 1971年的事情了 也就是我丈夫 因强奸罪被捕前 我记得我丈夫 带回家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 他姓王 我丈夫 当着我的面 笑咪咪的就说 他是林县人 正在闹离婚 说 他的丈夫啊 是一个愣人 脑子一根筋 本来是父母 逼着姓王的女人 嫁给他的 婚后我 两人关系不合 那个女人 就申请离婚了 他丈夫说 要杀了他 这个女人 吓得 逃出了家里 在县城里面乱走 我丈夫在林县 遇到了他 带他回来躲了几天 我说 那就住在家里吧 我丈夫说 家里 哪能住人呢 邻居会汇报的 不如在附近的一个大山洞里 说每天给他送饭就是了 随后我丈夫 就带着 这个女的走了 民警说 那你 你老公 就是把这个女人给杀了吗 温纪彬老婆说 差不多吧 开始前三天 我丈夫让我每天呢 都烧饭呢 送给他去 但是第四天 我丈夫突然带着一包衣服回来了 说这个女人走了 说以后啊 就不用送饭了 他让我呀 把衣服洗一洗 我打开一看 我吓了一屁股 就坐在了地上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出来了 这衣服 就是那个姓王的女人的衣服啊 我猜呀 那个女人 肯定是死了 听说文济民 很可能在1971年 就杀了人 民警们呢 也是大事以尽啊 根据文济民老婆的解释 民警驱车 赶赴这一处偏僻的山洞 这是一个很大的山洞 大概啊 有几百米深 深入地下最少50米 有很多四通八达的小洞 地形极为复杂 传说这里有鬼呀 当地人呢 不敢进去 这一次 民警呢 是带着照明工具进入的 在这个山洞的最深处啊 果然就发现了 完全白骨化了尸骨 让民警震惊的是 尸骨还不止一个人 这里多年呢 没有人寿进入 尸骨基本完整 仍然保留人形 警方可以分辨出 这是五个女人的尸骨 有五个头颅 那么这里 有没有那个姓王的女人呢 民警就开始在文济民妻子 说的那个连线呢 寻找1971年呢 失踪的年轻女人 果然 当地有个叫做王洪霞的女人 因为经常被她丈夫殴打 选择呀 向法院提交离婚 几天之后 王洪霞失踪了 王霞报了案 当地警方怀疑呀 这是王洪霞的丈夫 杀妻之后啊 进行了抛尸 就把她抓不起来进行审讯 后来呀 因为查无实据 就被释放了 王家不服 告状了很多年 要求啊 严惩前女婿这个杀人犯 这个案件 是一直悬而未决 直到这一次民警啊 联络王家 王家告诉警方 说王洪霞出嫁之后 曾经有一次被丈夫呀 打的是又一股折 而且还是比较复杂的粉碎性的骨折 后来一直没有痊愈 手臂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法医就拿到了王洪霞当年的病例 里面详细介绍了 王洪霞骨折的情况 警方根据这个线索 法医在五具尸骨当中 就找到了王洪霞的事故 同时 在村民们呢 吐出来那些医务当中 警方也找到了王洪霞当年的医务 由此 人证物证 全都全了 话说呀 现在是罪证确凿 文静民就算是不说 也没有关系了 在这种情况下 文静民自知 抵抗 也没有用 就逐步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他说 被捕之前 他杀死的最后一个女人 就是杨小芳 文静民是这样说的 大概是一个多月以前 我又想杀人了 我就跑到了林县去 在街上转悠 我看到了一个年轻女孩 在街头卖花生 我看她吐离吐气的 我就知道这个女孩容易对付 我这个人呢 擅长说话 人家说我嘴皮子 能把死人说活了 我就借着买花生 和她聊天 这个女孩 基本没有社会阅历 聊了一会儿 就相信我了 我说 我是林县人 我们那里公事 公厂烈油 要很多花生 说你以后 可以带着花生去卖 我帮你谈个好价钱 事后啊 你给我几块钱 辛苦费 这女孩 一下子就相信了 就跟着我坐火车 来到腾冲 来谈生意了 林县说 这女孩 就这么容易相信你吗 文静 这种乡下妹子 没见过世面 思想单纯 根本没有想到过 自己会遇到坏人 很容易被骗 我就将她 带到曾经杀过人的一个山洞附近 随后 我凶神恶煞的吓她 就把她强奸了 她被吓呆了 基本上 没有抵抗 我1971年 那次被捕啊 就是因为强奸之后 没有及时把女人杀掉 结果 我差点完蛋了 这一次 我强奸了这个杨小芳之后 就马上用裤带 把她给勒死了 然后把她的衣服给扒光 把她花生也拿走了 这都值几个钱 尸体就让我给拖进去 丢在另外的一具尸体边上了 没想到 这一次 我失手了 民警说你失手了 怎么失手了 文静民说 我作案 从来都是兔子不吃窝边草 不在本县 找人下手 我都是去周边几个林县 我知道 你们各干各的 互相不联络 就不容易抓到我 没想到 那杨小芳 竟然是我们县的女人 只是跑到林县 卖花生 他父母就不在本县 他父母啊 就在本县报警 我当时知道要糟糕啊 我在这个县 放过强奸案 坐过牢 这一下子 你们肯定要怀疑到我身上 不过呀 我也没有钱跑路 我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民警说 那另外那个受害人 又是谁呢 文静民继续说 那个受害者 我大概是在十五天前骗来的 也是林县人 他还不到二十岁 听说啊 是到县城里走亲戚的 我骗他来 本是有陈满水 可以包吃包住 然后我也把他奸杀了 就丢在那个山洞里面了 民警说 文静民 我问你 你到底做了几个案子 文静民说 我 我就做这两个呀 民警说 放屁 你老婆的交代了 1971年 你做了什么事 那个大山洞里面 我们找到五具尸骨 其中一个人 已经确定身份了 你还准备文抗到底吗 文静民说 我 我说 我说 我知道 我说也是死 我不说也是死 警官 我杀过很多女人 一共有十几个 民警说 十几个 你最早杀人 是什么时候 文静民说 尽管 是1961年 也就是16年前 啊 16年前你就看杀人了 您 文静民说 对 尽管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我从小啊 脑子就不太对头 我对那种事情 非常感兴趣 但是 我结婚之后啊 我发现我老婆 按部就班的和我做那种事 真的是太没有意思了 后来就经常几个月不做 1961年 我在临县做民工 回乡的时候 我遇到一个外地的女青年 来乡下走亲戚 我就和她一路作伴 说说笑笑 感觉挺有意思的 结果呢 走到一处山东附近 我不知道怎么的 我那个 一念就起来了 我就把她打倒在地 强迫和她发生了性关系 我强迫女人做哪种事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特别兴奋 我就像是吸了毒一样 民警说 你强奸就强奸 你也用不着杀人呢 文静民说 警官呢 我一开始也没想杀人 之前 我把我们家所在村子 和我的真实姓名 都告诉给那个人了 他只要去报警 那我根本逃不掉我 那个年代呀 警官你知道 我这个事是可以枪毙的呀 当时我想 你要去告我 我就死定了 我还不如杀了你 于是 我就把他活活给掐死了 他拼命抵抗 我花费了很大力气 才把他掐断了气的 尸体 就被我丢在山洞里面 还被我拿走了财物 然后 我又把他的衣服也给扒走了 从此以后 我就非常着迷这种事情 上了眼了 这期间 我先后做了十多起案件 民警说 那王洪侠是不是你杀的 大山洞里面 另外四具尸骨 都是什么人 文静民说 王洪侠 是我杀的 大山洞里面 那是我扔进去尸骨 这王洪侠 是为了躲避他丈夫 离家出走的 我就把他骗回来 杀掉了 其实王洪侠这个女人 是挺不错的 身世也很悲惨 他说 他从小就被父母啊 当作吃闲饭的 才17岁 就嫁给了一个暴力狂 手臂都被那人打断了 没过一天好日子 我有一些同情他 我犹豫了几天 我都没有动手 只是往山洞里面 给他送饭 后来有一次 我去山洞 看到他因为太热 没穿衣服就睡觉了 我当时就忍不住了 扑上去就把他枪奸了 这个事情之后 我也只能杀死他灭口了 人 我肯定不能放走啊 另外四个人都一样 一个才19岁 受不了养父的虐待 就跑到临县 去找他姑妈 就被我骗到这里 给奸杀了 还有一个 也是陶家的 已婚妇女 就和那王红侠一样 遇到我就是个死 还有两个女人 也是这么被我骗来的 民警说 那张凤甄的尸体在哪里 就是带着上海盘 手表那女孩 文静民说 那个女孩 在另外一个山洞里面 我们这里山洞多 到处都可以藏尸体 这个洞里边 有两具尸体 其中一个 就是张凤甄 这个女孩 最傻了 本来是县城里 有政治工作的 竟然这么好骗呢 之前 我去小饭店吃饭 看到他挺幼稚的 就和他套近乎 后来有一天 我看到他呀 在街上闲逛 说是去裁缝铺拿衣服 没有拿到 也没有地方可去 我就骗他呀 来我家去玩 我说那山洞啊 可好玩了 他就跟着我去了 到了山洞附近 我就胸向壁漏 要强奸他 他见到我 这个胸样都吓傻了 后来根本就没敢抵抗 事后 我拿着他的裤带 就要勒死他 他吓了大哭 死死的抓住我的手 发誓说不会去检举我 求我饶命 我说 你不死 我就得死 我没有办法了 根据文继民的介绍 民警们先后找到十具尸骨 其中八人被认定了身份 还有两具尸骨身份不明 这案件呢 有几个社会问题啊 需要关注的 第一 你说这个文继民家中女性衣物高达一百多件 你按照一个女人 内外衣裤 鞋袜 加起来 总共六件来计算 十个人 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一百多件的衣服啊 换句话说 也就是这个文继民呢 杀人总数 可能真的 有十几人之伤 只是呢 警方啊 没有办法找到这些尸体 不能定罪 第二 文继民杀人时间呢 是从一九六一年 跨度到一九七七年的 长达十六年的时间呢 除了他服刑的五年 他平均每年都杀人 尤其是一九七六年释放之后的一年的时间里 他至少杀了四个人 你说这么高的杀人频率 杀人事件跨度这么久 竟然没有引起重视 按理说文继民这个家伙 那留下的线索其实相当多的 他甚至敢于啊 去取走受害者在裁缝铺的新衣服 变卖受害者的手表 你说这么多证据 案件呢 却仍然毫无头绪 直到牧羊人发现尸体 系列案件才被公开 第三 文继民在一九七年 先杀多人 也曾经失守过一次 在枪奸了回娘家的妇女之后 他呀 还没有来得及杀人 就被群众生擒了 当时 他已经将大量死者的衣物变卖 只要随便查上一查 就能发现他的其他串案 可惜啊 当年呢 那时候是特殊时期 文革年代 早处都是一片混乱的 公检法都被砸烂了 根本就没有人呢 去管文继民 是否还有其他罪行 对其以强奸罪判刑五年 草草了结 而文继民被放出来以后 立即又奸杀多人 第四 你说文继民作案这么多年 至少是从1971年就开始啊 在本村里出售那些受害者的财物了 可是这些村民呢 明知道这些可能是赃物 却仍然大肆购买 知情不报 最终的爆料人 也不是出于什么正义的目的啊 仅仅是因为没有买到赃物 之后啊 进行了报复 第五呢 受害者的女性 基本上都是20岁左右的女性 然而社会经验少到了可怕的地步 文继民呢 就是一个玩嘴皮子的贫穷的农民 你说要相貌 没相貌 要风度 没风度 要钱没钱 他竟然前前后后 骗了十几个林县女孩 到荒郊野外 先见后杀 可见了 这些女人呢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警惕性和防范心理呀 不一样的 并不一样的 这些女孩 作词